在四川过年每家每户都要吃鸡 今天我们就来吃一道最经典的川味口水鸡 也是年夜饭上一道不可少的凉菜 食材就是新鲜的一个公鸡腿 不要买那种冻货 冻货它煮出来是趴鸡鸡的 没有口感也不好吃 鸡肉的话毛这些都是之前剽干净的 上面半截已经拿来做育儿烧鸡了 挑次留一个腿做口水鸡的 锅里面水开过后 放入这个鸡腿进去给它烫几下 再提起来 再给它烫几下 提起来 这样子是让它的皮能够快速的收紧 紧接着的话放进去煮起就行了 配散了姜葱 山奈白纸香叶 不要放八卦和桂皮 放的汤都是去黑的 再来三块黄枝籽上色 一勺底盐让它有一点猫猫盐味 花雕酒 转中小火给它煮40分钟 因为咱们这只土鸡的话比较老 所以稍微煮久一点 记得把盖子扛起来 鸡肉的时间煮来差不多了 咱们借开盖子 看这个颜色就知道漂亮和靠谱了 先腌出来让它自然亮凉 煮鸡的这个鸡汤也舀一碗起来 鸡肉不要油哈 不然冷的油都晕起来 咱们来准备一点Orser用来打底 切成小一点的条 再来切点芹菜提香 来一点毛毛盐 把它揽一下 接下来把鸡肉的位置调起 鸡汤里面加蒜末 鸡精 白糖 豆油 香油 藤椒油 花椒面 小葱头 就这样这个汤汁的话就相得不得了了 活转活转的 煮的这个鸡腿呢已经冷却了 现在我们要来干一件事情 就是把上面的这些肉给它全部都剔下来 一定要让它冷透哈 如果没有冷透的话 你切下去全部是捞趴的 这个肉不成形 当然那种纯饲料鸡的话 也是煮出来稀趴烂的 剔骨过后 咱们来切一下这个鸡肉 就这样切成片就可以了 让它整整齐齐的 等一会我们粘切的时候 它也是整整齐齐的 又漂亮又好吃 来大家看一下该不该意 所以说为什么做口水鸡要粮食鸡 土鸡呢 饲料鸡是切不成片的 全部都是碎的 因为还有这个鸡的话 一般要散养一年左右的 它的入制才好 太嫩了也不好吃 太老了的话又比较柴 切好的鸡肉 整齐的摆在这个盘里 一定不要乱糟糟的哈 乱糟糟的这个菜就不好看了 再来把调好的味汁 从这个这边给它淋下去 最后的话 这道菜的灵魂口水鸡 让你看着就流口水的红油 给它来上个五勺 也是从这边淋下去 最后的话 给它甩上一点性感的冲发 再放一个芹菜叶子 点缀一哈 美味继承 咱们今天的红油口水鸡就做好了 真子做出来的鸡肉哈 超级的鲜香 不仅仅好看 而且还特别的好吃 年夜饭上你做上 你在这样子的菜的话 看起来就很巴适哈 喜欢吃鸡肉的朋友可以收藏着 只要鸡选好了 你也能切出这么漂亮的鸡片 有时间的时候 咱们自己去告一哈 不喜欢的也就只有免费看完 撒够了 这个小家伙拽得很好 夹个花菜给让他不吃 非得要吃鸡肉 两个小鸵腿 要蘸一下下面的 更有味 要把这个弄开 蘸一下下面的汤汁 你这样全是油吧 好不好吃吗 比个鸡 都比的 还有这种鸡更好吃 这些鸡都切不起皮 就是你在外面买什么土鸡 一样都是这样 两个可能两个鸡鸡肉都切不起皮 把半边来 眼睛收了半边鱼 一只了不来 啥也只 他要他孙女 小了个孙女回来 吃半边 我们吃半边 好 掉下巴 我也 một 干对 走